《空中結緣》 《空中結緣》 由香港電台和三輪法相世佛 佛學班同學會合辦 並且由葉文義居士主持 袁瓦山介紹 張婉容編導 鄧偉嫻監製 現在開始 《空中結緣》 很高興又和大家在空中結緣 今天我們的佛經故事比較長 所以我們只有佛經講座 和一個穆年舊母的佛經故事 現在請葉文義居士開始今天的講座 各位聽眾 今天佛經講座的題目是修復 關於這一個題目 就是教大家珍惜現在所有的福分 以及去修行一些福分 以便是福分增長 在現實的社會中 是有很多人出生在富有的家庭 自小就享有很好的福分 又有家庭的溫暖 本身又聰明又健康 相貌又好 這樣也都有一些人 在一些貧窮的家庭上長大 很小時候就受到很痛苦的遭遇 就算同胞兄弟 往往他們資質上的聰明 和愚鈍 或者身體上的健康 都是各有不同的 至於他長大了之後 遭遇又更加是有分別了 如果是照佛家的解釋 這些都是因果業務 我們想在這一點分析一下 凡是佛教徒都相信有因果 同時也有相信過去世 現在世以及未來世 所謂過去世就是由現在起 倒數回無數這麼多生命的以前 所謂未來世就是由今世起 以至到無盡的將來 這樣綿梗這麼長遠的生命 就是為止叫做三世了 所以每個佛教徒在他遊牆的生命過程之中 是不應該忽略了福分這一件事的 既然福分不是由神賜的 而是需要由自己去創造的話 那我們是怎樣去創造福分呢 而對於現在擁有的福分 我們是應該怎樣去看法 和怎樣去處理它呢 俗語說 考者絕之勞 這一句說話就是說 儘管你那個人很聰明 很有才幹 但是有時候看起來 那些越是有本事的人 他越是做多些事情的 又有些人說千斤力不鬥四兩命 他的意思就是說 很有能幹 但是似乎那個命運都不夠有些人好的 這樣 於是有時候在激完氣之後 做完很辛苦之後 他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這些都是任勞任怨 按照佛家的看法是怎樣呢 他就有一種解釋 俗語就說 眾瓜得瓜 眾鬥得鬥 如果是照過去世 或者以前的眾恩來講呢 這樣 他就是說 每個人 他都曾經 是做過善恩 但是也都做過惡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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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種惡恩和善恩 那這一種惡恩和善恩 是不是隨便出現呢 還是它是需要遇到一些原諭 和它和合 它才可以現行出來 而成為一種果報呢 這樣 他就是這樣說的 如果我們日常的生活之中呢 就是由於恩配合了原 才會產生了結果的 這個恩呢 就是已經種了下來的 但是恩之中呢 也都很複雜的 例如我們是種一棵植物 這個種子 當然是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這個種子之中呢 有沒有含有其他的外源下去呢 例如這個種子 它是不是本身就是一個原子的種子呢 它中間有沒有經過插枝的 或者是用最新的科學而培植 用了其他的浸染法等等呢 如果稍為有和合了其他的因素呢 就變得那種種子呢 就已經是有一些複雜的成份在那裡了 而佛家解釋我們的因素呢 也都是這樣的 所以佛家就說 在恩之中呢 已經是屬於過去的 我們不需要太多注意它 我們最重要就是留意 現在我們可以掌握的圓 這個圓呢 就是一個重要的機會 或者是條件來的 如果我們是能夠注意到這個條件 或者是機會 那就就是說呢 我們是應該注意修復了 再呀 平日是應該做多些的善事 這個善事呢 是包括個人的努力 以及和他人去結善緣 如果我們是能夠經常是這樣做呢 就就是說 在現在的懸遇之中呢 我們也是中了很多的善恩 但是當我們做善恩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加一點希望下去 俗語說 私恩不忘報 也都是這樣的意義 如果我們經常都在那裡打算著 做了多少善恩呢 我呢 是應該收回多少福報 這樣呢 就變成為貪心 有了貪念在那裡 就成為一種系博 這種系博呢 就是綁住自己的 這樣呢 就成為修養貪心的種子了 所以 我們會有一句說話說 詩人慎勿念 受詩慎勿亡 即是教我們 中了報師的恩 或者受了別人報師的恩惠呢 都彼此是要留意的 在佛家來說 發了大誠心行菩薩道 在佛家裡的眾生 應該是上求下化 即是說 在上我們希望 進修成為佛堂 而對下呢 我們是應該普結善緣 這樣就進修六波羅蜜 六波羅蜜之中呢 每一件事啊 都是跟修福是有關係的 所以 見到人家有物質上的需要 我們是應該盡力去幫忙 見到人家思想上是有需要 我們是應該幫忙他 或者矯正他 而令到他精神上得到滿足 如果見到人家 處於困難的境遇 是應該幫他擺脫了恐怖 這些是佛家的報師道 財師、法師和無畏師 是三種報師裡頭的內容來的 如果是一個人 他雖然很會跟人家報師結緣 但是也都要遵守著自己修行戒律 因為如果戒律是做得不好 即是操守有了錯誤的行為的時候 這樣也都是不得美滿的 在佛家來說 一個佛教徒很應該嚴謹來遵守每一樣的戒律 如果是能夠這樣做的話 個人就能夠保持心底的清淨 所以經常老生常談了 在尊重生命 又不偷渡也不邪淫 也都沒有胡言亂語 同時不吸毒 不喝酒 如果我們能夠徹底進行這五條戒律 就已經可以作為嚴勝了 但是世人往往忽略了 就認為他容易遵守 也都覺得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道理 當日白居易曾經請教過一位叫做廖蟬蟬師 他說佛門廣大有什麼道理可以教一下我們呢 那麼廖蟬蟬師就說 我們是應該遵守五大 那麼白居易就笑說 這些有什麼了不起呢 很簡單的道理 每個人都知道 廖蟬蟬師就說 是啊 三歲的孩童都知道 但是八十歲的老公公都未必做得他好 那麼白居易聽到之後 就很慚愧地道歉 說是啊 我是錯了 那麼如果我們是能夠遵守了這個戒律 自己有豐富的物質 或者有多餘的金錢 是能夠行布施道呢 這一件事在我們來講 就是叫做卑田 又如果我們是對於父母 三寶或者我們的專親 能夠經常呢 傳著有報答的思想 在我們的福田之中 等於落了很多種子 佛教叫這件事做敬田了 當每一個人能夠實行布施道 和守戒律的時候 這一種呢 在現實世間那裡已經很難得 但是有時候 我們只是有五分鐘的熱度 不能夠經常去做 那就是美中不足的 所以六波羅蜜那裡呢 跟著就要守一個忍慾 忍慾就是能夠忍耐 經常去做 此後呢 此後呢 還要精進勇猛那樣 不斷是繼續下去 那另外在我們心靈上面呢 是有靜養的功夫 在學業上 和在心靈上 收了波野智慧 那麽我們呢 那麽我們呢 就已經可以說得 好有福分 也都同時呢 是懂得收福了 不過還有一件事 是值得我們留意的 就是在我們現實生活上 有好好的享受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要隨便呢 是糟蹋那些物件 或者太多的奢華的享受 如果我們能夠經常呢 是這樣珍惜著物體 將多餘的物質 是同那些貧府 有欠缺的人分享 那麽我們呢 就會有好大的福分的了 各位聽眾 今天佛經講座 是到此為止 空中結緣 跟著有一節佛經劇化故事 木連救母 請各位收聽 好 管家 再… 你在我們家幾十年了 你不知道我的脾氣嗎 今天你做了甚麼事 是…夫人 請你不要生氣 是我阿東做錯了 夫人 你原諒我 原諒你 原諒你 原諒就是要寬恕你 就是任由你坐 做錯了事也沒有問題 是嗎 夫人 不是這個意思 奴才不敢這麼大膽 夫人 你隨便懲罰我 還說不敢這麼大膽 我說你很膽就真 我問你 為甚麼你在我家裡 拿些燒酒和一包錢給人 說吧… 說吧… 夫人 我只是拿了燒酒和一包水銀 原諒是真的 春途告訴我那時候 我也不太相信 現在經你自己嘴巴承認 原諒是真的 是呀夫人 是真的 那你拿些酒和錢去哪兒 去做甚麼 夫人 我只是拿去給五叔婆 哎呀 給五叔婆 是呀 你不知道我最討厭她的嗎 是呀 你什麼時候要給她 是呀 夫人 奴才不是擅自給她的 是因為大前人 五叔婆添了個孫子 那她過來報喜 但是夫人去了醒探親 當時你不在家了 所以不知道 你知道的 哦 那你擅自要送酒和錢去給她 是不是 是不是 夫人 你們這一家人 和五叔婆是近親 照例是要做人情的 奴才職責所在 因為我是管家 恐怕失禮 所以才敢做 夫人 你真是老懵懂 老糊塗 你常常提對送禮做甚麼 你一定要送禮 當然要做人情的 你告訴我 你聽甚麼規矩 說吧 是是 奴才糊塗 奴才該死 奴才 只是依照老爺在生的事由的規矩做 夫人 你說甚麼 你還拿老爺來嚇我 你知不知道現在是誰說的事 你知道嗎 知道 奴才該死 夫人請恕罪 恕罪 春桃 鬼鬼鬼叫做甚麼 進去幹甚麼 想想總 徐品夫人 有人來了 想見夫人 多謝夫人 甚麼 有人想見我想多謝我 是誰 是Br... 是五叔婆 我以為是誰 原來是那個爛妹釘 居然摸上門,不請自來,靜音不怕壞 她來幹什麼? 她說想多謝夫人的燒酒和利事錢 那就不用多謝我 那些燒酒,那些錢不關我事 這份人情不是我送,是管家送的 春桃,照樣告訴那個壞人 去吧,站在這裡幹什麼? 五叔婆還叫奴婢告訴夫人,她添了個孫子 說什麼,要告訴我 我沒有這樣的親戚,快出去趕她走 是,夫人,奴婢出去告訴她 她就知道了 那些人是沒辦法的,生個弟弟而已 要怎麼四處去告訴別人 都不知道是否有得大的 鬧事四處去告訴別人 管家,你說她那個弟弟,養不養得大的 未必養得大的,是不是 是啊,管家,先那陣子我聽見別人說 說那個爛妹釘的兒子入學 你讀書讀得怎麼樣? 夫人,奴婢聽人說她兒子的成績都挺優良 優良? 是啊 優心的優吧 我們木蓮還沒做比優的時候 不是經常指教她的小黑衣 現在我木蓮來家這麼久 又沒人去教她了 那個小黑衣怎麼會有好成績呢? 夫人,五叔婆走了 走了就走了 看她以後還敢不敢來認親認漆 夫人,還有什麼事? 如果沒什麼事,勞坐出去做事 什麼沒事這麼大賞頭? 你擅自拿些東西去送給別人 浪費我的東西 那你就想沒事了 是 夫人,奴才願意賠償燒酒和利是錢 賠償? 是 你說什麼?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麼身份? 我 你是奴隸而已 我是你的主人 我知道 連你也是屬於我們的家人 就算你拿自己的東西去送給別人 也就是拿我的,你知不知道? 知道,夫人 奴才知道 奴才不應該拿優陰的東西去送給別人 夫人請你恕罪 你經常口口聲聲說請我恕罪 管家,沒這麼簡單 反正我家裡有這麼多奴隸 怎麼可以不殺一景百? 夫人,如果是這樣的 就請夫人定罪,奴才甘壽無怨 那也好 那也好 都算你不拯救了 你呀,你一定是罪有應得的 不過我很大量的 我會重歡發落的 謝謝夫人 謝謝夫人 你也知道,管家 我們在山卡拉那塊地 都還沒有人耕種過 很需要人去開荒的 那你明白了 夫人,是不是要奴才去開荒? 請夫人吩咐 是就是要人去開荒 不過就不是要你去 是你老婆去 夫人,奴才的老婆這麼瘦弱 實在是沒氣力做耕田的功夫 如果叫他開荒的 只會浪費時間 夫人,不如你就罰奴才去 你去? 是啊 老爺浪費了多少精神 多少心機 叫人回來教會你計算 教會你識字 如果你去了開荒 那誰替我管帳 那些耕田佬 走來交谷的時候 誰替我集數 還有那些大大小小的貨物買賣 誰替我打理 你說吧 夫人,奴才還有四個兒女 最大的不過是九歲 沒人理他們 不要緊 這一點我很大量 你那四個兒女 可以跟著她的老母 幫幫忙也好 夫人 那我老婆 可以帶什麼去開荒呢 什麼帶東西去 山上自然有柴草 有果木 自給自足就行了 如果想帶東西去 都可以 這樣吧 叫她帶把草頭 好 帶那隻狗去 夫人 那是不是奴在間中 拿些糧食給他們呢 不用,我自然有分數 你不用想太多了 我說真的那句給你聽 是… 你聽著 是… 是… 如果你們兩夫妻 尋規道舉 那我准你們在五年之後見面 如果不是,別指望 什麼…夫人 出去 不要在這裡虎一虎面 走吧 是…奴才高退 是… 春桃 你幹什麼 眼睛睛看著我幹什麼 你說我不應該生氣嗎 不是… 是嗎? 不是 明知道我沒有孫子 那隻死妹子居然似著她添了孫子 又來告訴我 分明是想問我 我已經沒有老公了 那個死管家 居然敢在我面前提起老爺 你說吧,你說我都不生氣 你說吧 你幹什麼面子都變賣 我真的沒試過這麼生氣 我現在越想越不值得 我…我一定要就死那個… 那個死妹當那個孫子 如果有我一天 管家兩夫妻 米洗子而團圓 我真的被他們嚇死我 夫人 夫人問了 迎來…夫人問了 兄弟 喀蘭尊者,今天早上有沒有見過目見年尊者呢? 謝尼乎尊者,我今早早見便見過她 但眨眼就見了她 他好像有點心事似的,不知做甚麼? 是呀,我也有這種感覺 不合,我們一起去看看他 好呀,牧見年尊者,他正在走來 是呀 牧見年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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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利弗尊者 柯蘭尊者 你們兩個去哪兒? 我們來探你的 探我? 是呀 今早你這麼沉默 好像有些事想的 我們關心你 我就跟蛇利弗尊者來探你 是呀 我是有些心事 我不知道怎麼做好 我見年尊者 我們都已經發誓 放下一切煩惱 也放下一切心事,專心學道的 尤其是你師兄 更加精進勇猛 那不知道有什麼心事 這件事是這樣的 我...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你不怕說 自己師兄弟發生了問題 是很應該大家商量的 是呀,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大家可以分下憂 是呀 這件事是這樣的 我每天都入禪定 道景都很有進步 看情形已經有四禪的境界 時時都能夠一心不亂 但是這兩晚 當我入定的時候 就聽到我母親叫我的聲音 你母親已經去世了 是 我母親已經去世了 但是 我是在定中感覺到她叫我的 還叫得很淒慘 那你母親 或者有些事要你幫忙 可能是 但是我又幫不了她 所以我就整晚都在想這個問題 哦 那 到底是怎樣 你告訴我們好嗎 好 我告訴你們 好 你自己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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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見我呢 發生這麼熟悉 我愛你 是我母親 母親 母親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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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你過來 你...你走...走到你母親裡 母親...母親,我來了 母親...母親... 母親,你...你怎麼樣? 母親... 我想吃東西... 你...有沒有東西給我吃? 母親,你沒有東西吃嗎? 母親...我...沒有東西吃... 母親...我沒有東西吃... 母親...我沒有東西吃... 母親,你不要叫我... 我沒有東西吃... 怎麼會這麼淒慘... 你知不知道這裡在哪裡? 是臥鬼島的... 臥鬼島? 母親...你投了進臥鬼島嗎? 我...我不知道... 他怎麼在我鬼島... 母親... 母親... 現在連吃都沒得吃... 我做兒子的怎麼安樂呢? 我馬上去找點東西給你吃... 母親... 母親... 聽說... 你有神通... 有神通... 就可以化食... 你化食給我... 是... 我有神通可以化食的... 母親,你等一等... 我...我快點食物來... 我快點食物來... 我快點食物來... 母親... 這裡有飯有菜... 你...你馬上去吃吧... 吃吧... 有飯有菜... 好啊... 好啊... 我...我拿不起來... 我...我沒力了... 不要緊... 母親... 你開口... 讓我餵給你吃... 來啊... 來啊... 喂... 幹什麼啊... 你們幹什麼啊... 你們幹什麼啊... 你們搶了母親的飯... 你們信用寶寫了... 你們幹什麼啊...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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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啊... 我... 母親的飯... 都被餓鬼搶了... 我... 現在真的沒得吃了... 我... 我... 你們不用吵... 不用爭... 大家同舟共濟... 我母親有得吃... 大家都有得吃... 來啊... 來啊... 一起來啊... 大家都有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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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莉... 你哪有這麼多東西吃啊... 不要讓他們吃啊... 母親... 我有神通啊... 我多化點食物就行了... 讓他們吃一份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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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過來啊... 這是我的兒子化回來的... 你們不要自然有得吃啊... 讓我吃飽才說... 我 為何... 我...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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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食物都吃不見... 看上去... 為... 被火燒了... 那飯菜燒到變了白癢... 為何... 我... 為何... 兩位串者, 經過的情形就是這樣的了 是惡鬼道, 那真是難搞 是呀, 真是愛莫能助 不如這樣吧, 將情況跟佛陀說一下 看看佛陀有甚麼辦法也好 好呀, 我們去吧 好 你們三個人有甚麼事? 佛陀 是不是有話想說? 是, 佛陀, 我母親投入餓鬼道 痛苦難抵, 而且又沒東西吃 請問佛陀, 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救呢? 佛陀, 你母親性情暴躁, 充滿憎恨, 驕傲 實在是自尋煩惱 所謂自己造業, 自己受報 都沒甚麼辦法解救了 佛陀, 我母親是一個普通女性 佛陀, 他不懂得道理 所以才會這麼愚痴 他自己也無可奈何的 他過去沒有跟人結善緣 又不走布施道 整天內心都充滿憎恨, 暴慮 全心不良 這樣發展下去, 有福報的地方, 他難下腳 有快樂的世界, 他也不想去 佛陀, 是不是有神明去懲罰那些惡人呢? 蛇利佛, 惡人不用人懲罰的 他自己重恩, 自己跟著發展 習慣成自然 自己投身去跟自己習慣相似的世界 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惡鬼道是惡暴的世界來的 是馬佛陀 是, 柯難 惡鬼道是醜惡的世界 愛心小的眾生, 憎恨心大的眾生 他們對生命的善緣貢獻都有所欠缺 自然就沉淪在惡鬼道 惡鬼, 即是有所欠缺, 有所不足 佛陀, 是不是所有眾生都是這樣的? 是, 那些不信受恩果 不行布施道 貪真思積聚在內心的眾生 他們物以類聚 自然投身在惡鬼道 弗陀, 這樣有沒有辦法 解救我母親脫離惡鬼道呢? 沐見蓮, 你母親職重難返 不是你一個人的力量能夠解救的 父母恩心 我不幫我母親, 還有誰幫她呢? 無論如何, 我都要盡我的能力去做 你一個人的力量很少 你要借助各位尊者比憂, 敢自有希望 佛陀, 那要怎麼做呢? 每年七月十五日, 是十方比憂憎自賜日 所有聖者, 都是戒律清淨, 善行俱足, 功德不可思議的 你在那天, 用你母親生前的財富或者衣物 去供養十方尊重 一方面, 布施那些貧窮的人 恩述那些關寡孤獨 代替你母親行善, 代她重善恩 佛陀,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了? 還沒得 最好你為母親講說經典道理 讓她明白, 讓她自己解脫貪真次 去除暴淚, 消滅執著 那你母親才會解脫苦惱的 如果一個人自己不深色, 是很難收效的 是, 波謝佛陀 剛才各位收聽這個這麼感動人的劇化故事 是由葉文義居士編劇的 劇中人物是由張炳強飾演穆建年 梅子世音穆建年母親 陳潤成世音謝禮佛 黃少強世音佛陀 溫泉世音管家 林友榮世音柯蘭 譚翠蓮世音侍女 由於今天的佛經故事是比較長 所以今天就不夠時間答覆聽眾的來信 但是下一次葉居士仍然在這裡 會跟大家解答問題的 那請你下星期留意收聽吧 再會 我是 空出我心 那種種世上願 樣樣不孤怒 永遠也未掛煙 隨緣 隨人生的方向轉 心歡喜 不心願 一切事 就讓他空中結緣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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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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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